虽然已经来到11月了 但今天的大太阳 应该还是让市民朋友想要出门走走 现在在地游玩有了新选择 大园区海口公园在今天正式街牌开幕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桃园的第一座沙滩排球场了 包含两个可以自由调整网址高度的场地 提供给喜欢运动的市民 一个特别的新选择 在沙滩上 郑文灿奋力一级 替海口运动公园的沙滩排球场 发出纪念性的第一球 这也是桃园的第一个沙滩排球场 配合上今天的好天气 也让排球队的同学们玩得是相当起劲 就是沙滩的这种场地很少见 桃园就很特别 桃园几乎没有这样子 就觉得很赞 我觉得沙子会比较舒服啦 对 对地震效果是蛮牛的 而且有时候如果跌倒的话 跌倒的话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受伤 请揭摸 桃园 揭开布条 原本是南侃西旧河道的福福地 现在摇升成为海口运动公园 在机场回馈金的补助之下 展现出了新的风貌 沙滩排球场一共有两个场地 网子也可以自由调整高度 不分性别和年龄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夏天 是由我们居民提案 用参与式预算的方式来建议 希望增加海口社区里民的休闲空间 那这里也设置第一座沙滩排球场 我想可以让很多的青少年朋友 喜欢来这边打排球 沙滩排球场虽然新奇有吸睛 但后续的保养和管理肯定也要多花心思 希望地方政府能够克进职守 让在地人能够确实的享受到沙滩的热情 从有线新闻陈燕任大员采访报导